这个视频,我们来讲诗经中的第一首诗,《关居》。 按照周朝的习俗,每年二月春暖花开,掌管婚姻的眉关,就要把未成婚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聚在一起,让他们择选配偶。 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位贵族小伙子,就是在这儿结识了一位美丽的姑娘,希望与她结成婚姻。 可姑娘一开始并不愿意,主人公经过多番努力,才成功追求到了姑娘。 在两人的婚礼上,新郎便把这个故事编成了《关居》这首诗歌,献唱给新娘,以表达自己的心意。 关关居鸠,在河之舟,窈窕淑女,君子好求。 居鸠,这种水鸟,头上长着美丽的关羽,声音也很动听,关关就是居鸠鸟的叫声。 窈窕,这是女子,文静美好的样子,好求,好的配偶。 这是全诗的第一章,新郎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画面,作为起星。 在那河中的小岛上,有两只美丽的鸠鸠鸟,它们正展开歌喉,关关,关关,关关的鸣叫着。 突见这位姑娘,她文静又美好,都正是君子的好配偶吗? 参差姓菜,左右留之,窈窕淑女,物媚求之。 参差,长短不齐的样子,留,摘取,物,醒来,媚,入睡。 这里开始第二章,新郎开始讲述自己追求姑娘的过程。 河中的姓菜,参差不齐,我时而向左,时而向右,去努力摘取。 找到这样一位文静美丽的姑娘,我便日日夜夜,都想去追求她。 求之不得,误媚思福,悠哉悠哉,辗转反侧。 思福,思念,悠哉,是指思念,连绵不绝。 辗转反侧,翻来覆去,不能入眠。 第一次请梅官去提亲,姑娘却拒绝了我,于是我陷入深深的思念。 走路想着她,吃饭想着她,到了夜里闭上眼睛,房间当中每个角落里,似乎都有她。 辗转反侧,还是无法成年。 后来,又怎么成功的呢? 参差姓菜,左右彩之,窈窕淑女,琴色有之。 琴色,弹琴古色,有,动词。 表达友好,河中的姓菜,参差不齐,采摘起来,是那么不易。 我又鼓起勇气,到姑娘家做客,为她弹琴,为她鼓塞。 姑娘,终于被我的诚心打动,接受了我的好意。 参差姓菜,左右帽之,窈窕淑女,中鼓乐之。 帽,择曲,中鼓,敲钟击鼓,乐,使什么什么快乐。 河中的姓菜,参差不齐,只要很努力,也能摘取得到。 今天,我终于迎娶了这位美丽的姑娘,为我的新娘。 请让鼓声更响亮,让钟声更悠扬,与我们一同庆祝这个美丽的时刻吧。 回想一下,在诗经中,我们一共学习了富,比,兴三种表现手法。 而这首饰最特别的地方,便是这三种表现手法的巧妙结合。 只和第一张,以观观鞠躬,在河之舟的美丽画面起星,来引出君子与淑女的相遇。 第二张,第三张和第四张的起星,则兼有比喻的色彩。 参差姓菜,长在水中,采摘起来比较困难。 既是追求淑女的起星,又正好比喻了追求淑女的过程之艰难。 而窈窕淑女,怒昧求之,窈窕淑女,琴瑟友之,窈窕淑女,钟鼓乐之。 三张结唱,正是运用了富的头发,来展现君子不断迎难而上,坚持追求淑女的执着精神。 更难得的是,富比星的巧妙结合,为我们营造了一种美好的意境。 君子在观观和明的美丽画面中,与淑女相遇,思慕淑女,便礼貌地追求。 弹琴骨色,已表示友好,忠于求而得道,便击鼓迎钟,来迎娶淑女。 整首诗开始于美好,结束于喜庆,给人一种圆满之感。 正因如此,这首诗也被认为是新郎在婚礼上献唱的歌曲,用以赞美新娘,祝送婚姻美满。 全王关居,我们的诗经之旅也就结束了。 下个视频,我们将介绍伟大的爱国诗人,屈原。 现在快去答题抢金币吧。